第五位,超级古壁鱼 这架飞机看起来就很笨重,不怎么像能飞起来的样子,但事实证明是我们多虑了 1962年,这架全新的飞机在洛杉矶附近以一种奇妙的形式飞上了天空,开创了一个引领飞机设计的新时代 据悉,史上一共制造过五架超级古壁鱼,但今天只剩一架还在服役 其主要被NASA用来运输航天器部件,将国际空间站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拖到发射地点 而且档期排得相当满 第四位,空客白晶XL 这款白晶运输机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它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研制的运输机 该机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运输大型部件,比如国际空间站组件和未完成的大型客机分段 在白晶运输机面试之前,空客公司使用轮船和卡车在欧洲各地运输大型飞机零部件 现在,他们可以直接使用这架巨型飞机 虽然目前白晶的运输并不足以淘汰这些运输方式,但这绝对是他们的目标 搞个Top榜,专注各种有趣的排行榜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伸出您的发财手,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感谢感谢 第三位,CE5银河运输机 它是美国空军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机,也是唯一的战略空运机 它可以比任何其他飞机运送更多货物到更远的距离 它的机舱大约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 CE5运输机的首次飞行是在70年代,后面也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 2001年,近75%的CE5运输机停工检修 直到2009年,随着航空电子设备现代化计划的实施 CE5运输机获得了现代化改造 升级后,CE5又重回了运输之王的宝座 第二位,巨型双身飞机 这架巨型飞机采取的是双体机身的设计 看起来就像是把两架飞机融合在了一起 但实际上两个机身中都具有自己单独的驾驶舱 不过在这当中用来控制飞机飞行只有一个 毕竟如果两个都进行操作的话 势必会打架,从而影响飞机飞行 这款飞机是由美国的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所研制的 在这一超级飞机成功进行首飞的时候 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相关人士称 这是航空和航天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 它体现了航空航天的融合趋势 第一位,安225 安225是一架了不起的运输机 其研发始于冷战时期 这架飞机最初是为运载苏联航天飞机而建造的 该机器首次亮相时 打破了当时110项世界纪录 它拥有32个轮子 18米高,84米长 最大起飞重量达640吨 有效载重达250吨 安225的运载能力是其他飞机无法比拟的 它最多能装下3300人 甚至可以将另一架世界最大的飞机航天飞机搭载在旗顶部运输 此外,该飞机还具有长时间的续航能力 即使在全负载重的情况下 仍能持续飞行约2500公里 新冠疫情爆发后 安225的巨大运载能力被全球多个国家所需要 该飞机先后飞往我国 为多个城市运送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在此期间 安225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之一 展示了它作为巨无霸飞机的无与伦比的运载能力 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 这架飞机也难逃厄运 今年,它不幸在基辅市附近被击毁 这标志着一代神机的历史结束 从此,世界上就再也看不到了这架传奇的运输机了 那么,你认为人类之后还会建造比它更大的运输机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p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